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收看战神2全剧情娱乐流程解说第13集 我是310 那么最后一集呢 就给大家带来这个 加长版 直接一集搞定 那希望大家喜欢 好 那么上一话呢 我们是打败了这个 大章鱼 然后来到 坐着这个火凤凰 火凤凰 上级忘记吐槽 那个奎爷 垮下暖暖 我们是不知道什么感觉 来到这个 这个命运神殿呢 一开始要解一个这个谜题 首先 到这个中间台子上 利用这个阿姨抓上去 把这个中间这块石头给打碎 这样整个场景的时间变慢的效果就会消失 消失以后我们就可以自由行动 要不然连奎爷他走路都是缓慢的那种感觉 好 然后到中间这个底座下面 把这个 这个 这个槽给他转过来 然后把地下的开关拉一下 这样就可以控制整个台座的旋转了 然后我们不着急先解明 先去拿这个宝箱 首先呢 把这个撞锤给转到 画面偏下 下方偏左一点的位置 然后飞过来 在这里有三个这个红纹宝箱 算是隐藏的还比较好吧 那在这个房间对称的位置呢 在另外一边也是有三个这样的红纹宝箱 当然有一些可能是这个石化之眼或者凤凰羽毛 因为咱们早就有收集器了 所以说全部都是这个红纹宝箱 时间变慢 然后这个跳上去 那跳这个中撞锤呢 有一个技巧就是 如果你撞的太靠这个平台啊 相当于是个斜的方向 45度或者多少度 那个跳起来会比较难 所以说推荐大家撞 转到这个就是垂直画面 然后偏左一点或者偏右一点 这个距离是足够你飞过去的 然后你这个跳上撞锤的时候 又不会因为这个方向对不准而掉下去 好 那么拿完这六个宝箱以后呢 过来先撞右边这个中 用手把它拉起来按QT 撞一下 然后马上时间变慢 然后再用撞锤来撞左边这个 注意这个次序 先拉然后再这个用撞锤 成功以后呢 这个会看到中间这个神像脸 会出现这个裂缝 然后我们最后再来补他一下 就可以把这个出口给打开了 这个场景当中好像还有一个绿魂宝箱 不知道是干嘛的 打完boss应该都是补满的 那进了门以后 不着急往前走 左右各有一个红文宝箱 这个在场景外头就可以看见 应该是不会漏掉 好 拿完宝箱我们继续前进 在这儿还有一个蓝魂宝箱 保证你这个 在即便是在最高难度下 见boss之前都是 满血满魔 那么这儿呢 我们就来到这个叫拉克西斯的王座 这个地方 好 天上掉下来一只拉克西斯 说好的漏点呢 说好的漏点呢 奎也表示非常不满意 你这个命运女神 撒谎 骗我走这么久 一点福利都不给 我们等你很久了 给我让开 你的决心真令我们钦佩 即使是被误导了 没有人能够改变他的命运 我们命运女神决定所有人的命运 当年就是我决定泰坦在圣战当中输的 也是我让你走到现在这一步 但杀死宙斯那并不是你的命运 你不再控制我的命运了 我 我知道盖亚是用谎言蒙蔽你了 别说我警告你让我过去 拉克西斯说 哎呀你别逗了 是吧 但是这一次 不行了 没有人能够比命运女神拥有更强的力量 如果你向我们挑战的话呢 你就死定了 拉克西斯这个美童不知道哪买的 好那么拉克西斯的这个boss战的话 主攻武器依然是这个升到顶级的锤子 然后这个打法上主要是靠防反 然后借助这个锤子 有机会就锤他两下 没机会呢 就他攻击的时候呢 就用弹板及时防御 然后方块反击 他扔出来这些球呢 都是可以弹回去了 当然你如果一直是按着防御 不用这个弹板的话 是防不住 把它弹下来以后呢 就用锤子砸 这边好像还有失误 好他放这个球 咱们利用空中的这个百度点 弹过去 然后找机会打他 或者在地面上这个弹板也行 这个应该不是很难 打下来以后上去砸锤 好像只砸到一下 他要放这个球有时候运气不好还是挺难躲的 打下来 有时候他不动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用L1加R1开那个时间变慢 强制开他那个机关 然后只要一按这一招呢 他只要不再做别的动作的话 他是肯定会发球的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弹反了 利用这个百度点 刚才地面放电的时候呢 不要下去 这边没躲好 空中换锤子是可以打到他了 打到一下就出提示了 这个锤子攻击非常高 虽然不一定保证每次都能打到 但是打到几下他就转了 第一阶段结束 你是不能抵抗命运的 因为我们编织每一个人的生命 好 这个时候从拉克西斯身体里分裂出来 另外一个命运女神 叫做阿特罗波斯 长得非常黑末 现在 你的生命就走到尽头了 然后把奎也带到了这个镜子里头的 世界 我们控制所有人的命运 你这个愚蠢的是烦人 我们随时都能结束你的生命 或者也可以饶你一命 你还记得这个地方吗 奎托斯 现在你所占这把剑 当初正是这把剑的让你战胜了 没有这把剑 那天死的就是你了 而不是爱丽斯 我们能够改变你的过去 控制你的未来 这就是命运女神的力量 好 那么阿特罗波斯呢 是想毁掉这柄剑 然后改变过去 好 这边就是这个先知神庙 当年的这个场景 那这边的话 这个一堆杂兵 基本上都是给你 回各种蓝魂黄魂的 随便杀一杀 然后他放这个球呢 就弹回去 第一下弹到 第二下只要按住LE不放的话 是必然会弹到第二下 让我们找机会 在他 在他这个飞过来 对这个剑放魔法的时候呢 就爆气上去用锤子砸 这边出招早了一点 他还没有 他还没有这个出招 我就先出招 之后就把他打跑了 有时候需要右击深入一下 他这个放这个东西的话 紧张从侧面打 像我这样从这个正面打 基本打不到 比较悲剧 本来这个回合呢 就可以结束了 爆气不爆气的话 碰到中间那个 那个绿颜色的这个东西 他是会被弹开的 你也可以选择这个放魔法 也可以用这个杂兵去扔他 这个杂兵杂中这个BOSS的话 攻击还挺高的 鞋子被打得有点乱 没关系 至于等他靠近 他在那头 赶紧翻滚过去 这帮杂兵 虽然说攻击不高 但是老是干扰你还是挺麻烦的 好 顺利的话 一到两回合 其实就可以把他干掉了 最后是一堆QT 把这个阿特罗波斯也干掉了 当然还没有结束 这个命运女神 前两个这个女神是三连战 这个是第二次 之后还有一场 回到一旦那个 那一刻 奎言你肚子上那个巴尔哪来的 呵呵 拔剑的时候没有发现 有什么奇怪的东西混进来了 好 这样阿特罗波斯就被封印在这个镜子里头了 这个阴谋没有得逞 我已经受够你了 这力量 像你这样的凡人是无法理解的 好 他最后要放这个电 然后 这场战斗就是一挑二 要注意就是像刚才这种放完剧情以后 他直接出招 我没有防御就悲剧了 他像刚才这种跳到空中 然后往下砸那一下 这个范围虽然挺大 但是你只要空中二段跳就可以躲开 躲开以后 注意落点 这样就可以大锤砸他两下 看他这个被倒地以后呢 就直接开他这个头上机关时间变慢 然后把这个阿特罗波斯 两锤搞定 把它打趴下就行 然后等时间变慢结束以后 这个阿特罗波斯就会逃进去 同时这个镜子就会裂开 就是说上锤再锤一下 把镜子吹碎 我们的目标就是把两边的这两个镜子 都打掉 注意方凡 像这样就可以注意弱点就可以砸他两下 来 逃 旁边这个老是干扰也挺麻烦 好 就倒了 注意这个时候千万别去弹他那个波 你要是弹一下阿特罗波斯的那个波 他就缩回去了 这样就会导致你这一次机会浪费了 那个虽然这边可以时间变慢 但是阿特罗波斯没有从镜子里出来 你也是不能把它打掉的 我们利用最后时候再砸他两下 过过瘾 不知道这一段算不算那个伤害 不过是可以打出这个绿魂来的 好 那这一边的话就进入最后阶段 最后阶段的话 他会放那种大的这种激光柱 这个被打到还是挺疼的 但是因为是最后一场 这个最后一个阶段 咱们就可以这个暴起也好魔法也好随便了 想怎么打怎么打 打的可以比较野蛮一点 当然注意这个最高难度 泰坦难度 最好还是不要这样拼 而远距离用弓箭英他比较好 因为这个远距离躲他这个激光阵的话 还是毫无压力的 但是近距离的话基本就躲不掉了 最后按队QT 这个千万不能失误 这样的话就把这两个命运女神都封印在最后这个镜子里头 然后再把这个镜子给砸了 这两个命运女神就拜拜了 好前面有存档点 存档点 但是这个左右两个水池里头 都有两个这个宝箱还是不要漏掉 最后的几个宝箱 藏的也比较阴险 那这个命运女神的话 在不少这个电影也好 什么影视作品里头都会出现 包括游戏什么的都会有 但是他要区分这个好多三姐妹 这个命运女神三姐妹 和之前说的这个破尔修斯 那个格赖埃三姐妹 共用什么眼睛牙齿那个是不一样的 然后还有这个北欧女神里头也有 北欧神话里头也有这个命运三姐妹 那名字是不一样的 那这边的话这个 爬上来以后两边这两个 宝箱一共四个宝箱 不要漏掉 这个飞过去稍微有点技巧 多多试试就可以熟练 掉下去只能从前面这个 石壁重新爬一遍 那这这个魔法呢 基本上就可以升一下 把这个优先把 克罗诺斯之怒给 给升到顶子 这个东西打最终boss 宙斯是比较有效的 所有人的命运之剑都是我仿制的 这边捡到最后一位命运女神 你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你会毁掉一切的 这边我没有给他让他台词说完就过来 那这的话就是这个死亡长廊 非常著名的 这个地方如果不注意打法的话 会打得非常惨 惨烈 一上来呢 先是一个全兵石化 把这个身后的一堆杂兵 加上刷出来的两个装甲巨人 都给都给石化掉 然后砸掉 然后第三个装甲巨人也顺利石化掉 因为这个后面的杂兵刷 他是有一定时间的 那么剩下这些杂兵的话 多注意防御 因为他们是很多时候攻击上去 都是打不出硬直人 所以说你当心点 打得保守一点 然后即便出了这个即时防御呢 也不要用方块反击 这个得看情况 如果你人距离有点多 你要把他们弹开 你就用这个方块反击 要不然的话 即便这个即时防御成功 也不要用这个 方块反击 还是用三角锤子砸 这个工资力高 像这种普通的 上升没装甲这种杂兵的话 一锤就死了 然后这种有装甲的两锤也死了 好 第三场 这个第三波人了吧 他是每一波是 一波大大型杂兵 加一波这个小型杂兵 然后再一波这个大型 一波小型这样交替进行 第一波就是一堆杂兵 加三个装甲巨人 第二波就是一堆小杂兵不说 第三波就是这个 美杜莎加这个赛日女妖 我们这里边的打反 基本上就是利用这个美杜莎的石化光线来 石化这个女妖 优先把这个女妖给解决掉 因为他们这个干扰能力非常强 咋中 他的这个高级美杜莎的 他这个石化光线扔出来像球一样 这个弹反的时候要注意时机 多练他 按对的话 千万就不要 放过这个机会 然后要注意这种美杜莎的话 你直接 直接这个石化以后啊 他这个恢复的时间是非常短的 你看 这个用链刃基本就打不 打不碎 锤子 直接两锤 或者是用L1加三角 L1三角放的这个波呢 光这个波打到是没有用的 也是打不碎的 你要让这个波和锤子同时打到相当于是二 这样才行 才能打碎他 你小心 空中被石化什么 但是 直接摔碎 最后这个的话可以虐他一下 小银 他躲过你的攻击 他是肯定会出那个 跟踪导弹威武 好 出提示 我怎么感觉好像 杀了两遍 刚才打碎一堆红魂 然后最后QT杀他又是一堆红魂 哎 堆蓝魂 好 那么第二场这个大型战斗结束 又是 相当于是 这个第二场小型战斗 七个还是多少个这个小型杂兵 这基本上都不需要恢复 再继续往前走 我这犹豫一下 葵头箱子要不要剪 还是不剪 这边第三场大型战斗就非常有难度了 是这个大牛加上 加上这个 潘多拉守护者 历代都是非常难对付敌人 这里我选择暴气以后 L2加圆圈全冰石瓦 扛着他们攻击打 但是这边这个第二锤 锤的这个位置不对 所以说导致这个两只牛一直都没打掉 算是失误了 没关系 这个B 挡住虽然能挡住他们 但是这个石化光线好像经过测试也是射不过去 按那锤子可以砸过去 让他们这个刀也会打过来 所以说感觉不是很占优势 好 那么这边魔法用完了怎么办呢 就暴死打呗 优先解决这个牛 然后这个 这个家伙就可以跟他慢慢磨了 用圆圈 搞死他 这张帅次终结季 好 这边的话这个魔法要稍微回一下 空 好 这个黄蓝宝箱一般来说都是选择开蓝魂 不太会有人选择开黄魂 第三场这个大型战斗结束 接下来是第三场小型战斗 一下来看出杂兵落点直接上来两锤 这种杂兵的话挑弓以后可以连 在空中的话 二代它是不能无限连的 但是 但是地对空连是可以无限连的 空对空是不行 好 那么就是只剩下最后一场这个大型战斗了 所以是四场大型战斗加三场小型战斗 这的话先不理这些 可以不理这些杂兵 翻滚过去把这两个实验 这个什么 独眼巨人 好像也不是独眼巨人 反正就把它实化 这个东西L 二加三角是直接可以实化的 最后这个也实化掉 这就比较简单的 三个大型敌人都干掉以后 剩下这些杂兵 想怎么打怎么打呢 我这边看好像 这个暴气槽 还有一点就用掉它 好 放这克罗诺斯之怒 攒这个连击术 最后来一个 这个龙卷风 这招好像之前流程里都没用过 这个这个龙卷风 刚才卷到人 不管 反正就给大家看一下 这种 二代里头各种招式 或者在这个大锤加实化 面前都显得那么无力 这个打法 那个打法 都不如这个实化来的好 这个大旋风 它是在 你这个攻击连击数高的情况下 用会比较好 因为它是 减连击数 就是你这个连击数 当前连击数越高 它这个旋风的持续时间就越长 大家可以注意 刚才右下角是一个倒计时 那个旋风攻击力还行吧 当然是要炼刃升到顶子以后才会开出来的这个招式 直接按插就是把它扔在地上 抓住以后按插 好 那么这边 把两个绿魂蓝魂箱子开掉 获得一个金杯 这个金杯是什么意思呢 10分钟之内通过 死亡长浪 这个杯子怎么说难度不大吧 就像我刚才 大家刚才看见的一样 难度不大 注意打法就行 实在不行的话可以去低难度刷 这个战转2的 奖杯它并没有这个难度限制 不是说你非得打过太坦难度 还是什么神难度 简单 普通都可以拿到这些降杯 不像战神3好像是要打过这个太坦难度有一个金杯 好 这儿的话这些武器什么的都可以升一下 虽然魂还有好多 但是我也不准备升了 后面这些升了也 也没什么用嘛 后面都是boss战 那这儿这个 换一下这把命运之枪 看一下这个新增的小 L1加圆圈嘛 地上放一个地雷一样的东西 过一段时间会爆炸 反正副武器的话 还是 大多数人的选择都是锤的 那这儿存一下 克罗索 它是编织所有凡人 神和泰坦的这个命运之线 找到你内根 这样你就可以控制命运之境 你就可以使用它回到 当年宙斯背叛你的那一刻 这边克罗索说话 说你是不能通过这个命运之境 这种力量 你是这个人 你这凡人是无法明白的 好 这边的话 普通的流程就是到左边来 把他这个手打残 然后把这个机关转开 到二楼 二楼有一个绿魂箱的 然后边上有这个可以攀爬的地方 我们可以通过天花板爬过去 注意底下转那个摇瓣要转到地 出这个动画才算转到地 要不然你看看转的差不多了 你走回去在这个门又会降下来 好 然后通过这个天花板一直过去 他这个时候就会手回来抓你 这个时候有一个QTE 挣脱 可以又会爬上去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在空中把这两个 这个 这个缠在这个铁门上的两个尸体给他打掉 当然其实呢 你左边那边根本就不用去 你直接跑到右边这里来空中放一个 科罗诺斯之怒就可以把那两个 凡人的这个尸体就给打掉了 想到你左边就不用去 同样是要转到底处动画才行 好 门开以后呢 你可以选择从这个高台飞过去 当然你也可以直接选择在低处 用斜刀高跳上去 当然注意这个跳什么的都要把这个 他旁边那个小手给他打掉 那个手非常反人老是捞一捞的 范围还挺大 打这个手的话 推荐锤子空中三角 这个出招快 收招快 而且在空中不容易被他抓到 他的那个手抓之类的都是 基本上都是扫地计 或者是锤地计 在空中不太容易被打到 而且尽量站在他这个胳膊后面那一侧打 因为这个胳膊肘是不能 向外弯的 大家懂吗 俗话说 好 这边虽然给了一堆提示 但是相信第一次玩到这儿的 也莫名其妙 不知道应该怎么做 这儿呢 首先往右走 把这个胳膊 因为是反手向 把他这个胳膊打残 然后呢 开这个机关 不要着急关 下去还有一个 最后一个这个红红宝箱剪掉 这个实在是非常阴险 打开这个门 然后再关上这个门 就可以把他这个胳膊给夹住 好 接下来是这边 这个依然是这个反手 打掉他以后 顺着这个绳子往上爬 然后把上面这个 这个刀给他降下来 定住 这样他这两只手呢就老实了 老实以后我们就可以去左边 把这个亮闪闪的霸手 这个东西给拉过来 这个最后这个boss 克罗索 基本上都是 都是解谜boss的 相当于战斗部分 没有难度 一路把他拉过来 拉到这个 可以做一 注意这个边上 有一个蓝色的灯 哎 这个地方亮了 哎哎哎哎 别逃 机关你又调皮了 这个灯亮了以后 再再松手 不要像我刚才那样 感觉差不多了 玩个极限 结果就缩回去了 好 哎 刚才那一锤没砸到 好 然后把他这个手砸摊了以后呢 就可以回来 继续拉这个东西 拉过两格 跑到这边这个地方 有一把砸刀 然后你踩到这个机关上面 这边上面这个 这个弧就会伸上去 扣住上面这个机关 这时候你再推这个 这个伴手的话 这把刀就会跟着一起转 当然还是要先把他这个 手给他打残 命运女神的话 一共是这个拉克希斯 阿特洛波斯和这个克罗索 其中克罗索 他是负责这个命运之线的 纺织 然后这个 拉克希斯是负责命运 绳索的这个测量 而 阿特洛波斯 就是负责命运之线的剑断 就决定 这个人什么时候死 那拉克希斯负责这个测量 估计就是负责这个人 活多久 这样这种感觉 分工不同 并不是说代表那个什么 过去 现在将来 这个 这个是个误区 至于北欧女神的话 也是三姐妹 好刚才的话 这个 一直跟大家说这个事情 就没有说这边战斗 这边升到上层的 就是正式开战了 刚才这个地方可以爬上去 然后爬到顶上 就可以把这个尸体打掉 同样的 你可以用二段跳 放克罗诺斯之怒 把这个尸体直接打掉 比较快一点 好 时间变慢 两边都有 所以说呢 这个 boss战就没有难度了 就 时间变慢 然后把他两条胳膊打 打残了 然后你想干嘛干嘛去 哎 好 像这样的这个机关拉一下 会伸上来一个尸体 这个尸体打掉是大量的滤魂 然后呢 你把这个右边的这个霸手 因为刚才是缠住了 现在 把上面那个尸体给打掉以后 就可以把这个东西转过来 注意转两格 转两格以后 再来拉这个扳手 就可以把底下这把杂刀给伸上来 所以说这个boss战斗部分没有难点 基本上都是解谜 开机关 北欧神话里也有三女神 这个名字的话 参见那个日本动画片 那个贝鲁丹迪那个 那么欧洲人反正都差不多 批大一块地方 分来分去的 好 那么这个 最后这段QT应该是没有难度 同时这个boss气槽还回满了 好 杀完boss 这两边这个门也就打开了 同时获得这个银杯 boss战 这个boss战的第三个杯子的条件是杀死 这个大乌贼加上命运三姐妹 好 我们拉这个机关上到二楼 这边稍稍要绕一下 然后跑到这个中间这个地方有一个大的扳手 命运女神的力量呢就在这些镜子后面 找到你的那个命运之神 使用他们来回到当初宙斯 背叛人的一刻 原路返回第一层 然后这儿注意有好多根 从右手过来第五根 也就是这个 旁边那个扳手右边那根 这个才是奎爷的这个生命线 其他那些线你一拉那个镜子就裂开了 你就知道不对 就这根线是 这根线是对的 然后就一直拉一直拉 在中间这个大墙上面这个镜子 就可以看到你之前经历的这一些种种 经历 包括去地狱什么打各种boss之类的 好 转到头 到这个时候呢就会出现一个倒计时 30秒 这个时候不着急往前走 先时间变慢 这样可以节省一点时间 要不然时间应该是不够的吧 我没有试过如果不时间变慢上去够不够 也就算够 应该也是非常非常极限 不冒这个险了 那只要时间变慢过一次以后再上来 时间应该是非常充裕的 还剩下10秒 还可以去存个挡撒个尿照个镜子 好 那么 回到这个当年 周四又在说说过的台词了 死到临头还嘴硬 魁蝎直接撞开 救了另一个魁蝎 什么情况 怎么可能 命运女神居然帮助你了 真是难以置信 命运女神呢 已经死了 把气威武 看来是我低估你了 但是 我不会犯同样的错误两次 好 两个人就一阵扭打就升天了 这个时候呢 就两个人来到空中云上的这样一个竞技场 这个竞技场三代玩过的应该也有印象 三代最后 不是 不是那个 和宙斯单挑 然后中途盖亚插入 强制插入 把这个竞技场给扭下来了 大家应该还记得吧 宙斯说让你见见神的真正实力啊 然后就变大 魁蝎表示这个游戏一开始 我就变大了 你这种伎俩 谁不会啊 那这个竞技场呢 应该就是在奥林匹斯山的顶端 并不是说是架在空中的这样一个神 魔幻的场景 大家看到好像感觉周围烟雾缭绕的 并不是因为这个山高 是因为这个pm2.5比较高 好 宙斯来了 宙斯之怒 摆出一个竞霸男装的这个商标 这边字幕打的是这个牺牲的巅峰 Summit of Sacrifice 好 那么这场战斗的话 没有任何难度 就直接放这个阿特拉斯大地震 有几集就放几集 然后震那些女妖 震完女妖呢 就把她QT杀 杀完以后震到宙斯呢 她会用拳头来砸你 砸的时候呢 就可以打她那个 手 当然用那个女妖去震她也是有伤害的 然后女妖全部掉的是蓝魂 所以说你这个阿特拉斯大地震的魂基本上不用担心 肯定够的 继继继继续放这个大地震 毫无压力 蓝魂一直是满的 放完 补满 放完补满 好 基本上弄个 四五个 这边就出提示了 上去抓 抓住时机 这场战斗要是不用魔法的话 就非常有难度了 那个女妖干扰能力非常强的 旁边还有宙斯在那拍打的 进入第二阶段 宙斯第二阶段呢 略有难度 这时候我们是手持奥林匹斯之剑 这个 这个阶段呢 基本上就是玩弹反 他放这个垫呢 就要注意时机 基本上他抬手的那一下呢 就要这个躲了 让他 双手这个往上伸 召唤雷电的这两拳 第一拳是近距离的 第二拳有一个拨 要躲一下 然后他这个闪电弹反以后 他是必定会冲过来抓你一下的 这个时候要躲开 那一下是不能弹反的 有空呢 就用L1加三角攻击他 然后弹反 然后注意不要被他这个 抓到 当然其实这个弹反打来打去 会非常非常慢 最好的方法呢 就是克罗诺斯之怒 一直连着他这个 颤抖不已 打断他的出招 然后暴气狂砍方块就行了 没有什么 这个这个这个 这什么 技术含量 就直接暴气 然后狂放这个克罗诺斯之怒 加这个方块连按 就可以打到第二阶段 之前只是给大家说一下 如果不用魔法这种 这个弹反怎么打 他的一些招怎么躲 这样 其实根本就不用那么打 那么现在第二阶段的话呢 就稍微保守一点就行了 现在奥林匹斯剑呢 就被他躲走了 那么咱们还是用这个比较顺手的 雅典大之刃 升到顶子以后 前面 用方三角三角三角这套招 第一下出方呢 可以保证你这个出三角 快一点 然后最后一下保证砸到宙斯 他防不防 那是他的事情 但是我们要保证每次都能砸到他 哎呦 回到一下 跟他拉开距离 他就不会出什么招 然后就 非常猥琐这样慢慢阴他 战斗一共是四个阶段 就是他变回人形以后有四个阶段 前面那个变大化的不算 现在是第二阶段 呜 这个阶段的话 魔法该省 还是稍可以稍微省一下 你要用也没关系 这个看难度区别 越高的难度给的这个 各种魂的补给越少 打到一定程度 他就会一边挥剑一边走 走到场景中心这个时候 不要去理他 别被他挥到了 然后上去圆圈 圆圈抓头 然后QTE 状态下 又是大量的黄昏 所以这场战斗可以多多暴气 好 咱们继续暴气 然后克罗诺斯狂放 他这个三连砸的最后一下 如果不是在暴气状态下中的话 非常非常疼的 小型 好 很快就可以打掉第三阶段 也就是第一阶段和第三阶段 基本上就是暴气加魔法 克罗诺斯之怒 非常轻松了就 这你可以躲来躲去不让他抓 但是不让他抓 那战斗就不能进进下去了 所以说最后还是得让他抓一下 第四阶段和第二阶段 类似 但是他身上多一个防护罩 这个时候我们暴气上去砍他 好 这边我这个方块按住 发现这自己的血狂掉 快死了 看来这个方块连按还是没行 还那个方块按住还是不行 还是要多用这个普通一般的招式 只要暴气以后 当然放魔法也行 反正只要暴气 就可以把他那个防护罩给打掉 很快又可以结束最后这个阶段 所以总结一下 基本上就是第一和 第三阶段都是魔法加暴气 然后第二阶段慢慢磨 应该也是非常安全的 第四阶段就暴气狂轰 那就行了 主要就是暴气流 那打到这里呢 基本上这场战斗就结束了 最后你QT别失误 Kratos说 我就早就跟你说了 我会让你付出代价的 好 这个时候宙斯又变大 宙斯说 我已经厌烦跟你这样玩 过家家了 就是废话非常多 这里的圆圈可以不用按 这边是固定失败 Kratos说 我投降啊 我投降啊 不打了 不打了 宙斯一看 好吧 Kratos发现 宙斯这变大变小 永无节制啊 还是来招阴的吧 把我从 痛苦的折磨当中解救出来吧 我会把你从生命当中解救出来的 但是你痛苦的折磨才刚刚开始 这个时候QT别按失误了啊 金阳宝反弹 最后一堆QT 二代宙斯Boss战还比较给力一点 三代那个Boss 最终Boss院就稍微显得扎一点 宙斯实力 锐减 想当年好像左马界也是用弹一闪干死的 加鲁钢多 奎也用 弹 这什么 防反干掉的宙斯 你居然敢对抗我 雅典娜 我不是想跟你做对 但是我要保护奥林匹斯 你知道 你看好了 你现在是 开这个 挑起了一场 你不可能战胜的一场战争 哎 这边宙斯神闪避 然后就一刀炸中了雅典娜 你为什么要牺牲自己 我是要拯救奥林匹斯 我没有想要毁到奥林匹斯 我只是想杀宙斯 宙斯就是奥林匹斯 他这是自寻死路 因为恐惧 因为他父亲 克隆斯那带来的恐惧 一场恐惧呢 是引发了圣战 这个恐惧也使他想要杀死他自己的亲生儿子 也就是你 他的儿子 就像宙斯 就像宙斯被迫杀死他父亲克罗诺斯一样 你也要被迫要做一样的事情 儿子是不应该杀死亲生父亲的 黑托斯说 不 我没有父亲 当然做二代的时候也没想到那个斯巴达之魂里的那些剧情 一个又一个的神会战财反抗你的 他们会保护宙斯 宙斯必须活下去 这样奥林匹斯才能长存 如果所有奥林匹斯的神都跟我对抗的话 那他们都得死 如果在神的阴影下活的时间够长了 神的时代 应该要结束了 好 这时候天神雅典娜就 有智慧女神 死掉以后是绿光 记住Kratos 你现在拥有控制时间的能力了 听到这句话 Kratos 默默地回到了 命运女神的 仿制间 并且 把这个自己的仿制线拉回到了 玩小游戏的那一刻 好 那么依然是拉动第五根 前面都是一样的 直接略过 但是Kratos拉着拉着发现 居然没有在小游戏那儿存档啊 这个没有流档 那不好的习惯 只能拉到最近的这个时候了 拉到底 就是这个圣战 同样时间变慢 然后 上楼 好 这个时候Kratos回到了当年太坦与神族的那场圣战当中 而且出生点选的非常好 就在盖亚边上 要不然他回人盖亚也不一定听得到 大老远跑过去得 盖亚奶奶料事如神 我早就期待 我们早就在等你了 斯巴达 现在的神的力量太大 我们打败不了 所有的奥林匹斯天神 听到我的名字都会颤抖 宙斯很弱 埃瑞斯和雅典娜已经死了 而我有奥林匹斯之剑 我们可以赢得这场战斗 但不是在现在 联手起来 我们可以干掉那些可怜的神 而且可以踏平奥林匹斯山 回到我的时代去吧 盖亚 胜利在等着我们 好 这个时候就可以看到那个绿光前面说的这个铺垫 把所有的太坦传送回去了 宙斯这边说了 我们现在面临处境还不只是这个 愚蠢的凡人 但是我们是天神 我们受到凡人的崇拜 我们是不会被那个可怜虫给打死的 兄弟们 把长久以来的分歧放到一边 我们要团结起来 统一战线 而我呢 会干掉这个 挡路的家伙 奥林匹斯必胜 然后这个周斯相就崩塌了 响亮的打脸 好这边的话 四个神 波赛东 这个哈迪斯 然后赫里河斯和赫尔莫斯 原来 奥林匹斯山上也有豆腐渣工程 好 那么这边街上的呢就是战神3的开头 一堆坦往上爬的这样一个场景 宙斯你的儿子回来了 我带回来的是奥林匹斯的毁灭 当初我玩二代看到这一幕还是非常热血沸腾 第一次玩的时候 好那么底下呢就是已经化为火海的这个奥林匹斯城 好那么战神三部曲123 这个系列流程视频呢 到这也算是画上了完原本的句号 时隔多少年 我也不想算了 三年多了可能 那这三部曲是一个完整的故事 RPSP上的两部这个外传性质作品 基本上是对剧情的这个补充 呃我也没打算要做 大家想看呢可以推荐大家看这个 谷歌手柄做的这个流程 那之后三月份出的这个战神升天呢 呃是不会给大家做了 大家想看就不用等我了 至于是不是到时候做直播什么的就在意 那么最后通关获得评价菜坦 应该是最高评价是吗 不知道 好获得禁堆 存一下档 那通关以后 到这个treasure里面去看一下 开启了好多东西 比如说这个泰坦的挑战 一共7项这个以后给大家做视频 这个战神2的视频还没有完全结束 还有一场这个特别片 挑战任务 剧情已经结束了 那还有这个泰坦的难度 还有各种这个隐藏服装之类的 这些东西呢都下期再说了 好那么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一期再见